三国演义第九十回 曲剧兽 六魄满兵 烧藤甲 七秦 孟霍 书节上回 却说孟霍第五次被放归 逃回了老家银坑山 银坑洞 要说这里地势可是非常闲要 洞外是卢水 甘南水 西城水 上有三江城 而银坑洞缩出区域绵艳极百里 物产丰富 什么严谨啊 银矿啊 啥都有 所以孟霍根本不愁显得上 这不他又花了个天价 让他的七弟带来动主 去请了一位据说能呼风唤雨的大神 目露大王 只见这个目露大王 要夸两把宝刀 手拿灵的 身旗白相 身边的蛮兵各个赤身裸体 面貌丑陋 望之色变 就这么一伙人 光用吓的可就够了 而目露大王更是口面咒语 手摇领导 顺时狂风大作 飞沙走石 只见虎豹豺狼独蛇猛兽 都张牙舞爪的冲向蜀军 赵云魏严赶紧收拢败军 并向诸葛亮寝碎 诸葛亮一摆手 这个锅你们别背 我早就听说南蛮有这等驱兽邪术 以备下红油贵车对付 却说这贵车一打开 原来是木刻彩化的巨兽 并且身上以五色融线为一 以钢铁为爪牙 巨兽上更可以乘坐石人 到了第二天 诸葛亮将这十辆跪车一缝 乘坐其中的士兵 各自带上引火之物 只见巨兽口吐火焰 鼻子里冒着黑烟 身上爪牙闪着亮光 就这么冲进了满兵阵中 木鹿大王驱动的那些野兽 可被这些巨兽给吓坏了 反而是往回冲 将满兵冲得四三奔逃 而这可怜的木鹿大王 也死在了乱军之中 孔明占据了银坑洞 没几天就接到消息 说带来洞主劝孟霍投降 孟霍不答应 被那带来洞主给活捉了 诸葛亮心知肚明 这又是一条诈相计 你孟霍送上门 我干嘛不捉你呢 于是将计就计 将孟霍又给生擒了 孟霍此时已经是第六次被捉 却还是嘴硬 还是不服 诸葛亮也有这个耐心 第六次放走了他 然而如今孟霍连老家银坑洞也丢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此时带来洞主出主意 东南七百里 有个乌哥国 这个洞主乌突国 凶恶不比 而他手底下有一伙 藤甲军 这藤甲特殊 刀枪不入 孟霍心说 好主意 那就来到乌哥国投靠吧 诸葛亮自从知道了孟霍去乌哥国 便开始思考破敌之策 这日孔明仔细查看地形 发现了一座盘蛇谷 谷内两边都是悬崖峭壁 天主我也 孔明回来就吩咐马带 将后营十辆黑油轨车推入盘蛇谷 如此这般 接着又叫来魏妍 我要你按照我话的线路连输十五阵 输少一阵 别来见我 魏妍听了就很郁闷 然而丞相的话不能不听啊 只能一阵接一阵的输下去 等魏妍输到第十五阵 就来到了寒蛇谷 乌托谷一见魏妍走入谷内 根本不加思索追了过去 然而就在此时 恒怒乱石滚下挡住了出口 是辆黑油轨车横在谷内 里面全是火药 一点就是剧烈爆炸 而谷内弟弟还买了许多铁炮 炸得满病头连粉碎 而这乌托谷也死在谷中 既然这乌托谷也都死了 孟活当然轻松又被生擒 第七次生擒 孟活终于不再倔强 他匍匐跪在章下 对诸葛亮说 丞相天威 我心服口服 男人不会再造反了 至此 诸葛亮七秦七种孟活 终于结束 这回我想聊一下 诸葛亮神奇的两种贵车 红油贵车 黑油贵车 预先说明 真实的历史中 诸葛亮是否七秦七种孟活 都是未知之数 这两种贵车更是没谱了 然而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作为一名优秀的兵器制造家 这两个贵车 可是集合了当时的最高科技 木克彩化技术 钢铁精细铸造技术 还有那黑油贵车里 不仅有火药 竟然还有原始的地雷 至于地雷的引线 则是用竹膏做成的 不得不说 罗冠中真是偏爱诸葛亮 什么高科技都往孔明身上装 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兵工厂啊 那如今诸葛亮平定南方 接下来 他又会做些什么呢 咱们下回分解 咱们下回分解 等下回分解 我们下回分解 。